基本上機械 長續航 短續航 我們的 主機 還有 保險的部分 兩年保險 材料 我們的 配件 這個包包是他原本就有了 沒有沒有,這是我買的 這包包剛好耶 配件的話就是基本上 但是沒有充頭,你要自己去用 充頭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那個電池管理 我們沒有那個頭 我知道那個 Type-C就可以了嗎? 這個有送 有附兩條 有附兩條 是用Type-C的也可以用嗎? 可以 看一下喔 蠻輕的耶 但是你會感覺說他蠻輕的 但是你打開之後沒有,你會覺得蠻大的 真的喔 這樣子 按這個齁 如果你要去買一個那個束帶的話也可以 束帶齁 重點是這個殼 這個是最貴的 這個 雖然現在是這樣動 但是你用的時候它是自己恢復的 喔,它有雲台 對對對 它有雲端 好 這個蓋的手面是在這樣子 好,保護它 對 好 沒有 啊 我剛剛跟你講這裡 這裡有 六部 三對 對,有三對六部 好 再加上 一開始你要飛之前的話沒有 你就要先查一下說這個 好 有沒有剪 有沒有變鬆 有鬆的話你就是要再重新再調整一下 好 鎖緊 好 如果是有感覺有點 就是飛著說有點不穩的話 就是準備這時候你這個就是很快壞掉 重大的時候就快掉了 對對對 這準備要再換一組 好 對對對 教學上面應該基本上都大概只有這樣子 好 OK 謝謝謝謝 好 這個裝上去 所以這個就是剩兩格 對對對 但是我跟你講齁 你基本上齁要玩到大概三十幾趴 三十幾趴左右 就要讓它回來 三十幾趴的時候齁 再一個循環 三十幾趴再一個循環 我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喔 它電池才不會膨脹 了解了解了解 如果你真的 好 接下來是打開那個APP 結果 照理講它自己會打開APP 你說只要插上去就自己會打開 啊我們沒有 插上去的話 對它是會打開 但是問題是說它沒有打開的話 你要按一下 欸欸欸 因為我現在關掉嘛 嗯 大箱 大箱那個我按一下 好 你那個藍牙 嗯 藍牙有開 藍牙開一下 好 再跑回 再跑回這個 好 我讓它去配對 對對對 你就直接 它這裡有寫連結 嗯 這裡有寫個連結 好 配對 這樣就配對 好 這樣就配對 好 對對對 拍照 拍照 還是說錄影的話 沒有喔 這裡都有 嗯 這樣就這樣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這是錄影 哦 你按一下 這是拍照 了解了解 對對對 啊你要 要 就是要寬螢幕 長螢幕那個 哦 自己切換就好 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 好 再來 這個我們已經開啟了沒有錯 但是第一 我們我們那個什麼 民航局的這個部分 對 也是要看一下 民航局的說 你就稍微看一下 哦 民航局的話 這裡 定位 定位的部分 看一下 哦這裡不能飛 沒有這裡可以飛 哦是哦 我點在這裡 哦你點在哪裡 對對對 我點在這裡 綠色的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是可以飛到 120米 等於是 30幾樓高 哦 對對對 30幾樓高 啊 那個 黃色的部分 可以到500米嗎 沒有 哦 黃色的部分是最低的 哦是哦 黃色的部分是66 60米 對對對 哦 所以 所以你看我們這裡是 雖然看起來很小 但是我跟你講這裡好幾公里 哦都可以飛 這裡都可以飛 哦太棒了太棒了 對 好哦好哦 來再來 你現在看完了 大概你的位置大概在哪裡都知道了 對 來我們先連結 哦 沒有 對 對 基本上這樣子 我們要壓的時候沒有來 起飛的話就壓下 它是說檢查完畢了 好 就飛了 對還沒飛 目前只是它起飛而已 我們往上 它就往上飛了 好穩喔 天啊好高喔 不見了 哇 再來我們飛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空間 我們的那個遙控這裡 我們搖桿這裡 這裡往上往下 往上往下是我們的鏡頭 遠近 變焦 再來 這是你開始飛的話 因為我們新手的話 我是建議說你要看著它飛 看著它飛嗎 對 你看 左桿的話 往上的話是往上飛 這是米數 這是米數 這邊是風速 如果風速太大的話 它會飛上去的話 它也會知道風速喔 對風速 它會自己跑 對 再來 我們上下的話是左桿 左右 也是一樣 目前網路是吃你的5G嗎 5G 這是我的網路 那個什麼 電池容量也是在這裡 那個是它的電池嗎 所以它也會顯示那個還有多少電 對 這台還有多少電 大概你要玩到什麼程度的話 要準備回來要換電池 還是說準備要 回家還是怎樣的話 我們現在準備看這個電 再來 好 開始的話沒有 這是前進 對 你要 那裡 跑那麼遠去了 我跟你講齁 你在玩的時候齁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你的四周 好 你的四周的話你看 這裡是不是沒有高樓道下 對 這裡有高樓道下 對 高樓道下 因為我們這個有 有框點 嗯 框點的話要超過它 嗯 等一下 我先用一下 框點 嗯 你要超過它 嗯 目前這樣飛 我這樣框點超過它 我就不會撞到它了 對 沒錯 因為我們這個 我已經設定好了 這個有個框點 對對對 但是不影響拍照 好 超過寬點 對 現在飛幾米 83米高喔 現在83米 86 93 這麼高 它在哪裡啊 不見了 我跟你講齁 你要看它 再來齁 我就是要教你一點的 好 因為目前的話 我們的飛機是這樣子的 對 那你要轉 你看你轉一下 對 你看到它在轉 嗯 我們人在這裡 對 飛機在這裡 所以你要到這裡的話 你要回來嗎 這是我們正中間 哦 面對我們回來 對對對 然後你往前飛 齁 來 這個就是你正上吧 欸 在哪裡 它太高了 看不到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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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下野可能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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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現在很高很高 你看現在在 三十幾樓高的地方 沒有現在在二十幾樓 二十幾樓 哦 看到了看到了 太酷了 好好好 太棒了 再來 再來的話沒有 就是基本上 我們要設置高度 對 設置高度是這裡 嗯 對 最高也是一百二十米 哦 它可能 最高也是一百二十米 嗯 啊你最遠的話 五千米 嗯 可以更大 五限制 你最遠飛到多遠啊 我最遠飛到兩三公里而已 兩三公里 直線兩三公里就很遠 哦 直線兩三公里就很遠 對 如果一百二十米的話 因為你要超過它的高度的話 要反回航 要回航的話 一定要超過一百二十 嗯 怕會撞到東西 了解了解 對對對 啊如果你操控拍攝 如果操控拍攝 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注意這個東西 嗯 對對對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去瞭解這個東西的話 必須你要去 自己摸 對對對 要自己去摸一下 因為拍攝這個東西 我現在是跟你講的是說 基本安全的東西 那它拍攝的東西都存在它 它的那個 記憶卡裡面嗎 對對對 在記憶卡裡面 好 在那一台記憶卡 那一台是256G的 哦 那時候我跟你講過的256G 嗯 對對對 好 啊 重點 重點是說齁 你一定要等到 開機的時候要等到它 變成白色 或黃色是最好 白色是最好的 黃色的話 還是可以飛 不是不能飛 啊 這是那個GPS 對對對 沒錯 這個GPS 對對對 它才能 不然 不然 你會像那個之前一樣 就是說背出去的 它還沒更新完成 你換你把它背出去 背出去 有時候沒有啊 它要反 全部都沒電了 它要反回來 它沒有 它定位就會錯誤 對對對 沒錯 它儲存量有的沒有的 它只有 都可以看這裡 好 你看 單拍 單拍 拍攝錄影 大師 連拍 有的沒有 幾乎全部都在這裡 好 對對對 那我就自己在研究就好了 對對對 啊你們儲存量的話 一樣 再試看 好 好 沒有問題 再來 不是要先讓你試看看 因為再來齁 來還有一個點 我們左邊的話是 我們左邊的話是 平穩檔的 平穩檔是很慢 平穩檔我們是很慢的 中間的話 普通檔 普通檔是代表說 我們前後避障都會有 前後避障都會有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 開到說 沒有檔位的話 沒有就是這個 運動檔 運動檔是沒有避障的 但是速度是最快的 嘿 可以像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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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我現在要讓你看一下說 那個避障 避障 避障功能 好啊 下來了 你看齁 你只要往前 你只要往前 你只要往前的話沒有 前避障 好 他就會顯示說前面避障 但是你前 你沒辦法前進 我改搖桿前進了 你沒辦法前進 好 因為他前面有東西 他就不前進 他這裡會顯示說 你前面 你前面有一個 東西 有那麼寬的東西 你沒辦法前進 好 他離那麼遠 你就擋了 對 他說我們要 我 因為我 我怕我是跟你講太多 那個 好 你看我們人 我們人現在 我們人現在是這裡 對不對 好 如果你要 就是 擋 就是要抓那個什麼 對焦 對焦 但是對焦有跟隨 嗯 也有環繞 嗯 噢 跟隨 過 他自己會跟我們 嗯 對 他自己會跟我們 哦 這樣子 嗯 酷耶 酷酷酷酷 但是問題說 我們這裡有 STOP 好 就是怕 就是怕說他會撞到 嗯 就是要馬上按停止 好 對 按停止完的時候 這個要點 這個要點掉 好 這是我們對焦的 哦 他都很直覺 他設計都很棒 對 啊環繞的話 就是你要拍攝 拍攝 就是拍360度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拍攝 我現在這裡不方便 我知道 因為要跑馬路去 對對對 沒有 你要拍攝的時候 沒有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圓圈 你要怎麼繞 怎麼繞 要怎麼繞 這個也會有一個圓圈 讓你繞 這個我在這裡研究就好了 對對對 ok 好謝謝 啊我們 對啊 我先讓你 沒有我先讓你看 你先要不要感受一下 好嗎 對啊對啊 應該也是 謝謝 我們